到点再回到台湾 这一回台风侠带的强风 把很多慈祭环保站里头的铁门 还有户外作业区的正棚都吹垮了 志工现在除了忙着善后清理 还得处理台风过后 民众送进来的大量回收物 老菩萨们辛苦的总动员 抓紧分秒收拾分类 说比过年前还要更忙 高雄洗手环保教育站志工 各个拿起扫把打扫环境 台风过境 环保站一片狼藉 这个帐篷就是掀掉了 然后侧门铁门整个都倒掉了 大家主动 如果在没用 比较早就主动安家去 这里有很多人的时候就另外去 八糟的整理环境 不仅环保站受损 民众还把台风回损物品送来 回收量爆增 志工紧急动员 整片都是东西 像这个近年六 差不多五六十个 才已经一波都清 都清好了 这罗松面包 我们赞人 不许环保志工兴劳 直接启动法亲关怀 真的是 爱的之外 真的布满了全世界 这次台风非常非常的大 也非常惊人 那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法亲照顾好 环保志工年纪都有点大了 所以我们今天带了面包来关怀他们 听说西子环保站蛮严重的 一听到这个讯息 就马上来关怀他们 来感恩他们 香喷喷的面包洋溢环保站内 大家吃在嘴里 甜在心里 做志工没有假期 大爱新闻学员林郑瑞萍 高雄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